今天接到一個緊急的任務 這是我念幼稚園的小朋友 他的同學的媽媽送他的禮物 收到的時候很開心 開始把玩 然後就試著看能不能轉動他的方向盤 轉來轉,真的可以轉耶 然後前輪怎麼沒轉呢 原來是方向盤斷了 身為老奴的我,只好趕快下場救援啦 我們先把車子拆掉 這可能之前有斷過 它應該是用矽膠之類的膠粘的 還是模型膠之類的 不過這種塑膠件齁 其實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溶劑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塑膠它是可以被溶劑融化的 那溶劑融化之後 其實它就相當於 整個原本的物質黏在一起 它不是中間透過膠水 所以它的穩固性會更好 我們今天來黏這個塑膠的小零件 我們用的是這個 這個是貼紙的清除劑 其實它也是一種溶劑 那有一些塑膠它是可以被這種溶劑融化的 一般來講 玩具類的 很多都可以 或是 其實像香膠水也可以 用這種方式來黏的話 它會接近原本的強度 不會有太多變化 那比 你一般用膠水的話 會有一個 膠水附著力的問題 然後膠水強度的問題 它到最後可能 就是像剛剛這樣子 稍微碰一下就掉下來 我們用這個溶劑把 這邊的 接面塗一下 然後再把這邊 塗一點 這個 溶劑揮發的速度很快 好 我們等一下讓它 被溶掉的塑膠印化 好 那等了幾分鐘之後 好 這個已經 硬掉了 好 因為我們 它這個斷裂面很小 大概只有 1mm的直徑而已 好 所以你一般 一般的膠水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黏 好 那我們這種方法就是 我把 斷裂面的兩邊 好 用溶劑把它溶解掉 那在溶解的狀態之下 再讓它重新結合起來 好 這樣的強度會 跟原本 直接做 射出成型的時候 好 因為它本身就是 就本身的材質而已 好 沒有添加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材料在中間 好 所以 這個強度上 會 不輸原本的狀況 好 那小東西的話 尤其這種小塑膠件 這種方式才黏得牢 你靠 澆水的話 是沒有辦法的 好 那我們 再把它重新組裝回去 好 任務完成